目前全球共有13台跟服务器 其中美国独占10台 那如果美国从跟服务器下黑手 能直接让我们断网吗 美国这种隔着千山万水 去干涉他国网络的行为 主要是依靠于自己强大的互联网技术 因为美国正是互联网的发起地 直到现在在互联网领域 它也拥有着非常强大的领先地位 在互联网被美国共享到全球后 还没等各国好好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美感 美国就已经悄悄地在背后当起了操控手 美国一个名叫IZANN的组织 成为了国际互联网的操盘手 而最恐怖的是 这个组织并非是他们所说的非盈利组织 而是一个全全体美国支配的组织 相当于全球的互联网在那时 都掌握在了美国一个国家手上 而要说美国如何操控互联网 就不得不提根服务器这个名词了 要知道全球负责分发网络地址的根服务器 总共就只有13台 而美国就已经独占了10台之多 另外的三台分别在于 美国亲近的英国 日本和瑞典手中 这也就意味着 所有的根服务器使用权 或者主导权都由美国做主 而要说根服务器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每次我们上网的时候 都是在利用一些软件 去访问网站背后的服务器 而这些服务器都有着 属于自己的IP地址 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域名 互联网上就有非常多的域名服务器 内部都会记录一些域名和IP的对应 用户在网络上查找信息时 首先会在电脑本身的域名系统上查找 如果没有发现 就会到更高级的域名系统上去查找 而最高级的 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根服务器了 由于根服务器大部分都处于美国 所以世界互联网都很依赖美国 美国还曾利用根服务器 对伊拉克等国进行了网络制裁 那么中国也将会面临 美国互联网的威胁吗 美国对互联网的掌控 成为了全球网络环境的一个严重威胁 这让中国也不得不设防 提前做好抵抗美国网络袭击的准备 其实根服务器听起来那么恐怖 但实际上它的功能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威胁 就算用它来操控互联网 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用通俗一点的比喻 可以将根服务器比作一个电话本 上面记录了一些常用联系人 而用根服务器来制裁 就是将电话本所有的号码全部隐藏起来 所以根服务器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用户根本找不到地址 第二种则是根服务器可以提供出错误的地址 将用户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 而被美国用根服务器制裁的伊拉克 由于本身的科技发展就比较落后 所以也根本不具有任何反制裁的能力 以至于美国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制裁伊拉克 但是要知道对于很多其他发展 比较靠前的国家来说 根服务器已经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了 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所需要的域名地址越来越多 但是根服务器采取的IPV4算法 生成地址仅有40多亿个 其中能够供我们使用的 更是只有36亿多个 这与全球78亿人口对比来说实在太微不足了 所以根服务器能够提供的地址 在2011年就已经全部焚发殆尽 面对这种情况 很多互联网的技术人员便研发出了 网络地址转换和端口映射 这两种方式来维持如今网络世界的秩序 可是这样的操作虽然能够让根服务器续命 但是私有IP的介入也让根服务器的地位动摇起来 本身美国对网络环境的掌控是稳操胜券 但是如今这种联系变得越发脆弱 根服务器的时代已经渐渐落幕 美国要想用根服务器来制裁中国这类大国 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 虽然根服务器时代如今已经过去 要想拿起操控全球互联网的大刀 属实有点费劲 但如果美国真的还是用根服务器来制裁中国 使所有的域名地址被隐藏起来 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反击的方法吗 美国的根服务器制裁法 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因为中国早在2003年和2005年间 就用我们自己的ISP镜像所有主根服务器上 与中国相关的域名地址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中国没有根服务器 但是我们有根镜像 它的作用与根服务器没有什么不同 同俗一点的说法就是 中国已经按照根服务器的这个电话本的内容 把与中国有关的联系人全部都照抄了一次 只要是在中国范围的局域网内 美国关于根服务器的任何操作 对我们的网上冲浪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有1000多台根镜像服务器 而中国就有10台 美国国家的根镜像服务器都由自己管理 而且其实我们普通人一般访问的网站 都是由运营商掌握的地规服务器来进行的 而美国根服务器控制的则是国际线路的公网IP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接触不到 先不说我们已经做好了镜像 就算美国真的将域名隐藏了 可能也就对国际网络的流通有些许影响 而且在根服务器的IPv4算法 渐渐落后的当下 中国已经有了网络地址转换和端口映射的 这些反制裁方法 2015年我国还牵头发起了雪人计划 试图用IPv6算法替代IPv4算法 改变根服务器的衰败现象 这也打破了IPv4算法下 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毕竟用IPv4算法的根服务器被淘汰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目前只是需要一个全面的调试 让IPv4算法能够在保障用户安全与隐私的情况下 过渡到IPv6算法 虽然现在IPv6算法还需要更多技术上面的努力 但是IPv6算法 俨然已经成为了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趋势 如今IPv6的根服务器在美国、中国、日本各有一台 其他的副根服务器也遍布在世界的各个大洲 巩固了互联网共享和谐网络环境 可以说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来看 美国对伊拉克的操作都不会在中国身上发声 而且即使美国真的想不开对中国网络下手了 那么中国的反击也必将能够让美国信心而归 中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互联网能力 与美国放手一搏 我们下期见